娱乐中心林伟帆报导01分之600,08发稿02分之61,40更新,新增影音黄仁勋去年惊喜出现在女歌手直播表演中,后来运用AI技术开金口唱圣诞歌。 图YouTube为有音乐OnlyMusic一照南美国绘图晶片巨播挥达NVIDIA创办人黄仁勋进去抵台,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,近日赴台北AmpioTax担任专题演讲人,现场大秀AI生成技术应用,像是只要输入文字就可变成音乐等,更现场带大家一起跟着AI唱歌,让现场宛如演唱会。 其实黄仁勋虽然不会唱歌,但他先前就曾运用AI。 数创造出Toy Jensen分身,开金口唱圣诞歌,黄仁勋用AI献唱。 但名曲Jingle Bells,回应两位女歌手李仪乐辣,李欣廷Ice挺图翻射。 NVIDIA YouTube黄仁勋去年就曾低调来台,现身亚洲最大Lan Party电竞。 年华VR Force,活动结束后看场外二位网络歌手李仪乐辣,李欣廷Ice挺的直播表演,一度好奇在镜头前问,他们观众知道我是谁吗? 黄仁勋接着点了Lady Gaga捍卫战士,独行侠主提取后,他也在点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,黄仁勋也表示自己超爱Lady Gaga的歌,两位歌手也带来不错的表演。 演唱完毕后,黄仁勋也为两位歌手大声鼓掌,三人最后也开心合照。 黄仁勋用AI创造出Toy Jensen虚拟分身,现唱圣诞名曲Jingle Bells,图翻。 自NVIDIA YouTube黄仁勋虽然不会唱歌,但他后来运用NVIDIA的语音昧爱,脑视觉,自然语言理解,推荐引擎和模拟的技术。 成的Omniverse Avatar,创造出Toy Jensen虚拟分身,并现唱圣诞名曲Jingle Bells,回应两歌手。 与当前想要开发虚拟分身,需要专业的工作流程不同,NVIDIA的创意团队导入Omniverse Avatar Cloud Engine Ace平台的云端原生AI微服务与工作流程, 使用最近开发的语音转换模型,从样本中提取专业歌手的声音,并把它转换成Toy Jensen的声音, 再透过Audio 2 Face和Audio 2 Gesture等技术,为整段表演产生出逼真的脸部表情和肢体动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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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